這篇文藝選田 One day, a guru foresaw in a vision, what he'd be like, what he'd be in his next life 有一天有一個 guru不認得, for a soul也不認得 但是如果你對這個字前後拆開來看的話 你會有一點點概念 我們之前說過這個單字,不知道你有沒有印象 再來, in a vision,我們又說過了這個字,不知道你們印象 所以有一天有一個什麼什麼,怎麼樣 他在下一次的生命,所以這個我們叫做來生 就下一次生命,他在來生將會變成什麼 起碼這段你看到就是有關於輪迴啊,來生會變成什麼的概念 好,那這幾個字並不會,最後再來說好了 再來,後來呢,他,你看到一個他 所以代表前面的這個人是一個,前面這個主詞是一個人 所以這邊應該是一個人 他呢,就叫他的favorite,他最喜歡的disciple 然後他就問他,這個主詞應該還是guru 所以這個disciple應該也是一個人 我都假設同學不認識這些單字好不好 好,所以現在看到的guru跟disciple應該都是人 然後這個disciple呢,是guru最喜歡的 好,他說what would you do to thank me 所以這個g開頭的,他對於d開頭的說 你要做什麼來感謝你從我這邊所獲得的東西呢 所以你看到d從g這邊獲得的東西 那現在g問他說你要怎麼回報我,這樣齁 那後來disciple就說啦 he would do whatever his guru asked him to do 他會說,他就說了 不論他的,就這個前面這個g開頭這個guru 要求什麼,這個d開頭disciple呢,他都會照辦這樣齁 好,再來,你看到分詞購句 沒看到主詞代表主詞跟後面一樣 所以現在主詞是guru喔 guru收到了這一個 這一個代表前面提過的東西 所以往前看,這個什麼 this,後面加上名詞 所以你這一個給我一個名詞 名詞有什麼 A conversation,B 對不起,A shark,B conversation Drew promise stroke,中風 所以大概有這幾個 A,B,Drew跟I這四個 可是前面呢,是前一句話說什麼 他說,無論guru說什麼他都會照辦 所以你的this應該講的是這一句話 這個部分 所以收到了這個什麼 這個保證嘛 所以這個最好答案應該是 豬 你做什麼,我都照辦 前面這句話是這樣說的齁 then,this is what I like you to do for me 那,這呢 這邊應該都是guru在講齁 他說 對不對,這邊說齁 guru說呢 好,這是我要你做的 I've just 什麼 好,你看到have 跟空格中間有一個副詞 那這個應該是pp嘛 我們說have跟pp中間只能放副詞 所以這個你必須給我一個pp 而且這個pp後面加上一個that字句 that字句應該作為名詞 就是售詞的部分 名詞字句作為售詞 好,所以這個我需要的是一個 我後面加上售詞嘛 這個要給我一個急務動詞 而且還要是pp的 好,急務動詞的pp有誰? 有誰? 有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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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這個 e-released 釋放 f scream的尖叫 尖叫 vt跟vi都有可能 learn的叫得知 sharpen 叫把東西給削尖 魔力的意思 所以這個比較好答應 應該是learn的 我剛剛得知 得知什麼? 我馬上就會死俏俏 然後呢,我將會reborn born叫出生,re表示再一次 我將會以豬的形式 re是表示身為嘛 我將會以豬的形式呢 獲得重生 因為前面這邊講來生嘛 所以獲得重生 do you see that cell eating garbage there in the yard? 你有沒有看到 那邊 在yard 院子裡面 在那邊吃垃圾的 什麼呢? 那這邊應該是分詞片語嘛 修飾前面這個sell 所以這個sell是什麼? 前面話題都在講豬喔 所以這個sell應該是豬的意思 再來 I'm going to be the fourth piglet of its 這個it應該講前面這個sell 所以這應該講的是 我現在應該知道 sell是母豬的意思 所以他說 我將會成為 這隻母豬接下來的 letter裡面的第四隻 因為講說會重生嘛 所以你要去推測一下意思 那個sell應該講的是母豬 那letter就是下一次生產的時候 我將會成為第四隻出生的piglet 小豬 再來 有什麼來 注動詞後面加上圓形動詞 而且後面有個sell 所以我要 極物動詞的 或者是不極物動詞 加上介系詞 而且要圓形 可是我們的選項 並沒有兩個字的組合 所以底下這條形不同 來給我一個極物動詞的圓形 極物動詞圓形有誰? A-shock 還有嗎? C-like H Recognize 所以就是A C 跟H 再來喔 你將會怎麼樣 我 buy a mark on my brow 你將會在我的眉毛 上面的一個mark 就是一個符號 或者一個標記 by 表示藉由嘛 所以你將會藉由一個 我眉毛上面的標記 怎麼樣我 認出我來 所以這個選擇是H 你可以認出哪一隻是我 這樣齁 After that cell give birth 是那一隻母豬生產之後 所以這邊更確定 這個style講的是母豬 Find the forest piclet with the mark on its brow 所以你就找到第四隻 眉毛上面有點點的 有記號的這個小豬 然後再來 With one conger of your knife slaughtered 那這邊講應該是一個起始句嘛 你把他給殺了吧 Slaughter 記得喔 我說過這個字喔 Laughter叫笑 前面加個S變大屠殺 名詞動詞都長一樣 那with叫做用 所以他說什麼 用一隻 什麼樣子 用一隻刀子的什麼 把他給殺了 所以這個我需要是名詞 而且跟刀子屠殺有關係 這個比較困難 所以名詞 那這個我們選的是 I選項 I表示Stroke 就是插進去的意思 好 再來 I'll then be什麼 我接下來呢 就會怎麼樣 I'll then be什麼 from the pigstype 因為被殺了嘛 對不對 所以我就會從 from 我就會從 諸的生命當中 怎麼樣子 獲得解脫 或者釋放 所以這個我們選的是 released 我將會被釋放出來 Will you do this for me? 你可不可以這樣 為我做這件事情呢? the disciple the disciple 好 那 就是這個 曾經受過他好處 的這個disciple呢 他聽起來很難過 但是他同意 照辦 Do as he was told 中文叫照辦 照吩咐的意思 sun after there 什麼 很快的在他們的什麼 there 後面加上名詞 所以這個要給我一個名詞 好 那前面談什麼 前面談的是 就兩個人在講話嘛 對不對 前面這邊 這個 guru講了一大串 然後這邊是 disciple講的 所以這個選的是 dialogue 或者conversation 叫對話 在他們對話 結束過後呢 這個guru果然就死掉了 然後呢 母豬呢 did have 理論上 肯定句不需要 do the state 加上 do the state 就是強調 中文叫卻屍 這隻母豬 確實生了 一批四隻小豬 再來 then the disciple convers his knife 接下來呢 這邊是主詞 這邊是 獸格 所以這個 請你給我一個動詞 然後呢 時態是過去式 時態是過去式 所以請你給我一個 過去式動詞 而且後面加一個獸格 過去式動詞 獸格 那有誰 一樣 就這四個 E F G I 它怎麼樣刀子 磨刀 或或 所以只有J最適合 因為Sharp 叫做 Sharp 叫很銳利的 Sharpen 表示使銳利 磨的意思 那這邊加一個過去式 所以它叫磨刀子 然後呢 就把第四隻 而且眉毛上面帶有記號的豬給挑出來 當他 When he was about to be about to 就是be going to的意思 當他正要下手去殺了小豬的喉嚨的時候呢 The little big son 是什麼 所以這邊是連接詞 主詞 動詞 所以後面也需要一個主詞 跟動詞 一樣 實在都是過去式 所以給我一個過去式的動詞 所以這一個我們選的是F Start 因為後面是一句話 而且有驚嘆號 所以是尖叫 Before the disciple could recover from the 什麼 of hearing the little pig speak in the human voice 在這個Disciple呢 Recover from 叫做復原 從什麼狀態復原當中 在這個Disciple呢 他從什麼 聽到豬以人類的聲音講話的 這個什麼當中復原過來 聽到豬以人的聲音講話 應該是很震驚 所以應該要選跟震驚有關係 而且這邊是the加上名詞of 所以這個應該是名詞 所以這個我們選的是驚訝 所以當然選的是a the shark 在他還沒回過神之前呢 那小豬就繼續說不要殺我不要殺我 I want to live on as a pig Live on就是活下去 我希望以豬的形式活下去 When I ask you to kill me 當我當初跟你要求你要殺我的時候呢 I didn't know what a pig's life would be 什麼 It's great, just let me go 所以當我當初要求你殺我的時候 我並不知道豬的生活會是什麼樣子 結果現在發現很棒 所以放我走吧 所以這個選是like 我並不知道豬的生活會是像什麼樣子 這個like是介系詞 加上名詞 意思表示像的意思 再來 Guru是什麼意思 Guru是印度的一個宗教老師 這個字很罕見 再來 Forehead叫前額 我們在課本裡面看過 Fore表示前 事實上同學 你聽過before吧 before不是叫在什麼什麼前面嗎 所以Fore表示前的意思 head叫做頭 所以這個叫前額 C的過去是叫so 所以這個叫前見 就是喻見 喻是喻言的喻 再來 Disciple叫門徒 這個字重要 Disciple 學生 門徒